为配合政府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相关规定 减少大型聚集活动 台湾有许多教会改变主日聚会的方式 例如推行多场次主日 减少每场聚会人数 或改议线上直播 以小组方式共同线上主日 虽然形式改变 但各教会皆有共识 在特殊状况更能够查验小组运作功能 以及打破传统 激发更多运用数位媒体传福音的策略 这个是我们考验信心的时候 我们要更依靠上帝 不要惊慌也不要害怕 大部分的教会目前都先采用增加主日场次 减少单场聚会人数的做法 像是新北的新店行道会 高雄又昌长老教会 教会礼拜人所追求 他的空间要做一个设计的决定 要分开一个礼拜 还是要用特殊的方式 如果教师这个疫情真的无法控制 其实我们的教会就是 要停止在教会 减少人多这种资金 上帝会爱我们 你会保护我们 那教会也都有定期的消毒 所以对我们一家来讲 都是很安全的一件事情 也有一些教会 例如台北市的101教会 双联长老教会 因为线上直播功能已经成熟 直接停止实体主日崇拜 改采线上主日直播收看 台中十恩堂美副教会 也在3月8日先启动防疫演习 利用网路让小组共同收看聚会 事情效果不错 高雄夫妻教会也拟定实施 那我们的做法就是让他们还是可以维持一个小小组 一方面安全 不是太大的规模 第二方面 他们还是可以有主日的聚会 同一个时间大家聚在一起 一方面又有福音的功能 一方面又可以达到小组的一个保持一个温度的一个状态 另外 古TV频道二十多年来 每周主日的空中礼拜堂时段 由各地堂会公骗 也成了福音机构或个人观看的另一选择 为了防疫 众教会必须在公共卫生的前提下 也能广传福音 着实考验各教会的智慧